如果我今天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只有缩图 一个是除了缩图还有超连结 当然未来还可以再加 看你要有什么效果之类的 反正你就自己去变通 这一个部分主要就是说 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我今天有大量的外部的图档 我今天希望把它快速的帮我 就是图档 我是用一些我之前 刚刚我写部落格的时候 有把它截图下来的一些小图 因为图也不要太大 不然花太多时间 然后我希望把这些图快速的 帮我把它列在Excel 然后列的部分的话 还有一个宽度跟高度的限制 就是说每一张图 我希望说它有固定的大小 那我要怎么做是最快的 那这边的话 今天我可以参考 第一个我们刚刚有demo给各位看 接着放进来 删除的话 另外你可以用删除的部分 其实就是主要是利用这个 这个Active的一个 Sharp的一个物件 它里面有个方法 把它删除 OK 那我要怎么快速的把它 第一个我先来讲一下 有关快速放缩图 那我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它就快速的帮我把它放到 这个里面 而且并且最后我多贴心的 再加了一行 不然你觉得A1.12 为什么 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放 放到最后呢 你游标是在最下面 最下面有时候你还要再从头看的话 变成你使用者还要再拉回去 我觉得不贴心 所以最后我就写这一行 但这一行加不加无所谓 可是加了会更好 OK 那首先的话 我大概跟各位讲 外部的档案 第一个 我外部档案放哪里 C碟底下的桌面上 我有个目录叫App 不过你们这边去 解压缩的时候 可能要检查一下 好像会多一层 一个App里面 还有一个App的目录 所以多一层 你恐怕它会找不到 OK 所以如果路径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 还有个地方 这里我们前面的练习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根目录符号 但是这一题可能要自己架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还是要再把它加到哪里 加到这边 因为我这边好像没有特别写 所以我刚刚自己也遇到 奇怪怎么一直都跑不出 原来我这边好像少了一个 要不就是你加在这里 要不就是你加在哪里 加在这里 我们前面是加在这里 只是说因为 我有的时候 不过所以我自己写成 自己也要写统一一下 所以如果你以后 写不然就写这样 可以统一一下 我等一下再把它改过 不然的话 自己也会发生错误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每次写的都不同一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这样OK 这边的话就不要 你不能说两个 OK 所以这个路径一个反斜线底下的 所有的PNG档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所以这个都一样 就是找里面的PNG档 因为里面是放PNG 不是JPG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说 我要设定它的那个所谓的宽度跟高度 预设的宽 预设的高 有没有 它其实这个宽度高度 假设预设不是这样 你要去改它的宽跟高的话 记得你第一个它的高度的话 假设要设100的话 有一般我们是全选 然后把这个高度 按右键 它这边有列高 列高如果要多少的话 它有个数字 比如说100好了 100 enter 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在VPA层次叫Sales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Row High Row High的话就是它的高度 等于100 那再来的话A栏 A栏的部分的话 比如我指定A栏 那就是Colors这个物件 的A 有没有是指的是A栏 里面的Colors width 它的宽度 大概就是给多少 给按右键这边有个栏宽 大概给个18 大概这样 OK 那我可以透过这两行去调整它的列高 它的列高跟它的栏宽 这两行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图一个一个找到 所以这边有个DIR 前面讲过 把那个党名抓到 所以理论上的话 应该会先抓到哪一个 抓到我们的那个 桌面上假设第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抓到的是 这个 第一个这个叫做 什么如何从那个 银格式导到 OK 那假设这个找到之后的话 一样就是什么 帮我加到这个Excel里面 加到Excel里面的话 其实主要是利用 在这个物件 哪个物件 Active 去 工作表物件底下有个直物件 叫做Shop Shop Shop 这个Shop是直物件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Range 也是序值的直物件 比如说我的工作表 底下有范围 或者是工作表底下 有储存格 工作表底下 有画图形的功能 然后我给一个叫 Add Picture 顾名思义 Add Picture 后面要给六个参数 而且这六个参数 是一定要给的 那我怎么知道 一定要给 按捏不按 其实你会发现 它跳出来 就跟你讲说我要六个参数 而且六个参数都必要 全部都必要 那所谓的必要就是说 你不能空下来 那前面呢 有些我们没有加 因为它是选用的 选用就是可加可不加 所以六个都要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有参考一下 它这个有个Sample 比如要放哪个路径 然后处处 处处是什么 反正你再查一下 然后它的什么呢 它的宽跟它的高 我看 Lapt 是左上角的位置 Tub是那个 左上角的 这个Lapt 应该是等于是 它的水平位置 Tub是垂直位置 宽度跟高度 那我就把它设定一下 那我就是从 从零开始 零就这个位置 所以第一张图从零开始 那Tub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我是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在哪里 你会发现 变数预设值是零 所以意思是说零零 意思是说这个位置是零零 那我下一张的话就在这里 那因为这边到这边的Raw High是100 所以我就给90 90 为什么给90 因为90到这边而已 中间这边有空10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有空10 然后这边总共是100 这张图就是90 这边到这边也是90 这个点的话 这个就是00 00的话指的是这个点 OK 它指的是左上角那个点的坐标位置 OK 所以在下一个点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多少 0 有没有 跟这样 对 水平位置还是0 然后 垂直位置呢 这边跟这个一样 100 所以0100 所以呢 你会发现喔 我后面呢 top的位置 加100 意思是说 让它往下100的位置 帮我放在这一点上面 然后 一样是90 所以放下来 又是90 90 然后再往加一个 那90 90 有没有 所以理论上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全部没有维持 有没有 就OK了 然后呢 游标再放回到第一个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层次应该 没什么特别 主要应该是 这个可能是 比较新的 然后 比较特别应该是 i top 就是往下放 top指的是 它的垂直的位置 一直往下 OK 不过这个坐标轴跟我们之前理解 那个十字的作用不一样 我们是 歪轴越往上是正的 往下是负的 但是这个是往下是正的 往下是正的 往上才是负的 刚好颠倒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那个X轴的话 往右是正的 跟这边是一样的 所以只有Y轴 刚好颠倒 OK 这可能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什么 放那个缩图 缩图放哪 放这个位置 这边就放B栏 所以我这边 前面程式都一样 差别只有就是说我的Net 把它变成多少 100 110 实际上 这边到这边18 不过特别注意 那你想说老师 这边到这边18 为什么这边110 它这个18的单位 跟18不是像素 跟你的单位不一样 所以其实18 其实理论上就差不多100 所以我就再把它加个10 所以这个单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单位不等于这个单位 两个单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容易混淆的 OK 那我们就100 然后一样的方法 让它往下放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它的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叫做Hyperlink Add Add到哪里呢 Selection 特别注意 Selection 这边为什么会加这个 主要是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 Active Sales 我多用了一个方法 叫做Offset 这个Offset 主要就是向下移动的意思 这个瓜二五一意思说 我要把这个储存格 本来在这里 帮我向下放到这里 Offset 就是向下 点Slate 就是向下移动 一个向下移动 一个向下移动 如果向下移动之后的话 这个会产生它的位置 就是Sel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 就是我要放超连结的位置 所以理论上 第一个会放这边 就放这里 那在Offset 就换下一个 就把这个超连结再放到这里 再放到这里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当然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用Offset Offset的就是向下 那特别注意 Offset的瓜五里面 它其实一的话指的一列 豆点我记得好像后面还可以再放蓝 也就是你可以向下一列 然后后面的话是向下挤蓝 比如一蓝的话就一豆点一 就是向下一列 向下一蓝 可能变成斜斜的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把超连结的 它的paste跟它的sfile 就是它挡名 就把我放在这里 那我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点下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OK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hyperlink 那我们就完成这一题部分 那最后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 不过还要把它删掉 那怎么删 其实这边特别重要 这个是三文字 三文字比较简单 sales.clearcontents 但是如果你要删掉里面的图 其实我找很久 因为为什么你要点它 点它 点它 按delete 如果在Excel里面 干脆就直接用个for each 什么叫for each 就是在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每一个的意思 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只要是图形方面的物件 都帮我找到的意思 不然的话我就真的 我要每一个每一个去找它 太麻烦了 我干脆每一个都删掉 所以我就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那一个 假设它找到应该是这一个 就先变成一个sw的物件 然后点delete 就把它删掉 删掉 所以执行完之后里面的东西 就全部都删除掉了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话呢 最后是上课 所以我大概就把那个八个单元 全部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帮各位做个说明 其实这个回去的话有时间 你们还是一样 把这些东西再做复习 那我有把这个完整的影片部分 放在这个论坛里面 所以回去可以再看看 另外的话呢 相关刚刚的程式 云端上也有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 那如果说之后呢 有遇到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在 要不就是YouTube下方 影片的下方留言 然后我会 反正应该手机都会开 可以快速 就是帮各位回应一下 或者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现在那个问题很复杂 那最好就是 你把那个 你那个档案 附加给我 不然的话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问问题太抽象了 我根本 像这种东西 没办法抽象的回答 也没办法 就是隔空想象 所以有时候解决最好的方法 就把档案打开 实验上来写就OK了 那我们这一期课程 就先到这里 OK